刚打开门回到家 猫咪就已经用这样的坐姿在餐厨旁等我了 有时候真怀疑你身体里面是不是藏着一个人 还愣着干什么呀 不去厨房做饭是想饿死这吗 有时候你就是需要一种我不开心我不想玩的气魄 然后爱咋咋样游着自己的性子来 我还是要睡一会儿吧 有点冷把被子改好 肯德基的自助饮料一次只能接一杯 所以我换成了全家桶来接 为什么服务员都充满恶意的看着我 兄弟你这哪是接一杯你这是接一桶啊 为了控制自己不吃炸鸡汉堡那些垃圾食品 我每次饿了都喝饮料 而且把饮料绑在手上强制性喝 朋友你以为碳酸饮料喝多了就对身体好吗 这位病友虽然你找到了一个最合适挂香蕉的地方 但我还是想提醒你 在病房里麻烦严肃点 请问香蕉挂在这里 那药瓶应该挂在哪 女朋友每次跟我约会都会穿这样的衣服 我简直都不敢直视她 为了跟她更相配我也换了这样的衣服 来呀 照做呀 互相伤害呀 看谁先熬不下去 朋友居然说我这性子注定钓不到鱼 开什么玩笑 如果今天不给你们钓条鱼看看 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呢 大哥 就算你钓到鱼了 我也不会觉得你厉害呀 每次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家猫咪就会在那盯着我看 又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你这么盯着我是啥意思呀 我隐藏得这么好 居然还是被你发现了 真失败 以后我睡觉要小心点了 就怕一不小心被你暗算